大家好,我是小慧 然而令人振奋的是 大量的长寿研究表明 有一些方法可以减缓衰老速度 降低了生物年龄 从而抵消了这种影响 于科学依据 我们整理了一份能够延长寿命的习惯清单 令人意外的是 排在第一位的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 一、继续教育加1.4年 教育与健康息息相关 研究表明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越有可能找到一份薪水丰厚 而且不会危及健康的工作 并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研究显示 接受继续学位教育的人往往寿命更长 预计寿命可延长约1.4年 二、培养亲密关系 每十年加1.5年 2020年对新西兰夫妻进行的一项分析研究 定量化了恋爱关系对生物衰老过程的影响 而有毒的关系则会加速衰老过程 研究人员发现 属于积极关系中的人衰老速度相对较慢 约减缓5% 而处于不良关系或者没有关系的人衰老的速度 往往要加速20% 总的来说 研究人员发现 与单身相比 恋爱关系每经历10年 将使寿命延长约1.5年 无论这段时间内的关系是否和谐 三、在农村出生加两年 城市生活可能会导致预期寿命缩短两年 这是因为微小颗粒可以通过肺部进入到血液循环 可能会导致中风或者是心脏病的发作 芝加哥大学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经常接触空气污染将使预期的寿命减少2.2年 另外 研究发现 出生在农村地区的男性寿命可延长两年 女性寿命可延长18个月 亚儿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指出 在退休后65岁以上 办到城市生活 可能会使你的寿命延长一年 可能是因为更容易的获得医疗服务 四、定期运动加四年 许多人努力实现世界卫生组织 每周150分钟的运动目标 但好消息是 任何类型的活动都可以延长寿命 根据2023年的波兰的一项研究 每天步行4000步就足以显著的减少 因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 根据2012年衰老研究杂志发表的一项的中述文章 定期进行体育活动可以将预期寿命延长3.9年至4.4年 五、充足的睡眠加4.7年 睡眠对健康至关重要 缺乏睡眠 每晚少于7个小时 已被证明会影响心脏健康 荷尔蒙免疫系统 以及神经系统 并增加患疾病 抑郁症 甚至是癌症的风险 根据哈佛医学院2023年的一项研究 每晚睡眠7到9个小时 可以使男性的预期寿命延长4.7年 女性的预期寿命延长2.4年 六、保持较小的腰围 加3到5岁 肥胖会增加患二型糖尿病 高血压和关节炎等于年龄相关的疾病的风险 而肤部脂肪的积聚会导致更严重的健康后果 根据2014年的梅奥临床学报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的评论 男性腰围超过了109厘米 约40岁以上的人 其预期的寿命会减少3年 而女性腰围超过94厘米的人 其预期的寿命会减少3到5年 七、喜欢脑力游戏加10年 虽脑力游戏不能预防阿尔兹海默症病等导致痴呆的疾病 但是医生认为 这可能有助于建立认知储备 使你能够更长时间的保持智力 并最终活得更久 避免患上这类的疾病 根据2020年埃克塞特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 经常参与单词和数字谜题的人 通常拥有更敏锐的大脑功能 其大脑功能比实质年龄要年轻10岁 8、均衡饮食加10.8年 良好的饮食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根据英国生物银行2023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 改善饮食采用富含全脉、坚果、水果、鱼类、豆类以及低肉类、低含糖饮量和低加工肉类的饮食 可以使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延长10.9年和10.4年 9、足够的水分摄入加15年 医生们知道脱水会增加血液中的盐分含量 从而加速衰老过程并加速慢性疾病的发展 在对小鼠的研究中 轻度脱水就足以使预期寿命缩短6个月 相当于人类的15年 根据中国当前的膳食指南 成年人每天建议饮水量为1500至1700毫升 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 因为这时候已经表明湿水量占体重的2%至4% 达到了轻度脱水的水平 最好每小时自觉的喝100至200毫升的水 2、10个减受习惯 1、不爱吃早餐 寿命或减2.5年 如果不吃早餐 胃酸以及胃内的各种消化美 会直接的去消化胃粘膜成 长期以往 细胞分泌粘液的正常的功能就会被破坏 容易诱发胃溃疡 食而止肠溃疡 胆结石等消化系统疾病 德国埃朗根大学研究表明 不注重吃早餐的人 寿命会平均缩短2.5岁 不足的归因死亡分析的研究发现 中国因水果摄入不足造成的 期望寿命损失为1.73岁 3、饮食重口味 寿命获减1.6年 高盐饮食习惯最容易导致高血压 7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 摄入盐过量 而国人减受食因素高血压排第1位 刊登在柳月刀上的研究显示 针对40到85岁170万成年人 影响寿命的几种行为中 高血压可以减少1.6岁 4、睡觉不足7个小时 寿命或减1年 瑞典的科研人员在一项的研究发现 睡眠时间过长或者是过短都会增加过早死亡的风险 那些睡眠时间为7个小时的人 比睡眠多于8个小时和睡眠少于6个小时的人 要长寿1年 无论是睡眠过多还是极度缺乏睡眠 都会影响寿命 5、久坐1小时 寿命获减22分钟 要知道长期久坐不运动 血压粘稠度增加 下肢可能生成深静脉血栓 运动时血栓脱落 可能就会造成肺悬色 严重的可能导致猝死 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发现 久坐1个小时的危害等于抽两根烟 也就是减瘦22分钟 6、不爱交流 寿命获减6年 美国内科学大案杂志刊登 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对1600名 60岁以上的老人 进行了长达6年的最终调查 发现经常感到孤独的老人 寿命减少6年 美国康纳尔大学的科学家研究发现 人在步入老年后 吸血管功能开始退化 孤独能够加速这个过程 会增加患心脏病风险 7、饭后一根烟 寿命获减9年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说 吸烟减瘦至少10年 但如果在40岁前来戒烟 那么基本可以抵消 吸烟带来的减瘦效应 比不戒烟者多活9年 香烟中存在着多种的致癌物 80%以上的肺癌被认为是由吸烟而引起的 是公认的肺癌发病的所谓的高危因素 吸烟刚开始几年 你可能并不觉得什么 但也许10年20年 肺癌就可能会来袭 8、过度饮酒 寿命获减5年 纽约刀发表一篇涉及多国近60万人的饮酒研究 得出结论 40岁饮酒者每周摄入酒精超过350克 那么预期寿命减少接近5年 其实每周350克酒精也不算是好饮 一周7天平均每天50克 差不多就是两罐的500毫升装的啤酒的酒精含量 9、刷牙不彻底寿命获减13年 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 严重的牙菌斑、口腔细菌问题 会将患癌死亡的风险增加80% 可能会减少13年的寿命 据报道 1%的癌症患者有口腔感染和发炎的症状 而且牙周病会导致口臭、牙龈出血 严重可治、取牙、退缩营以及牙齿脱落等 每天早晚两次刷牙还能够降低口腔癌、食管癌的发病率 日本癌症学会曾发表一份显示 刷牙习惯与患癌关系的报告表明 每天刷牙两次以上的人患口腔癌或者是食道癌的概率 比刷一次牙的人低30% 完全不刷牙的人患癌概率是刷一次牙的1.8倍 10. 过度肥胖 寿命或减8年 英国柳叶刀糖尿病和内分泌学杂志发表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 肥胖人群相对于正常人群 寿命减少约8年 并且使健康生活缩短近20年 同时还会带来与肥胖有关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痛风等 让你的人生苦不堪言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最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